欢迎大家收看袁泰祖,我是林定康师傅 今集回应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刚刚学修行,究竟应该如何入门呢? 究竟什么是修行? 修行是所指,一个一生都不变,持久地进行下去 为了令自己成为一个好一点的人 或者叫做成为一个成就者 必经的路徒就称之为修行 每一个人修行他自己的目标,我们说的初冲都不同 有些人是为了功德而去修行的 有些是为了自己身边的朋友修行 他们说好像很好,我就试下修 第三种就是完全明白自己人生难得 或者种种不同的乏理之后 决定要进行这件事,写起一些东西 那修行是一辈子的事 并不是说现在我修行两个月 我修行三个月 修行是没有一个月两个月的 一修就修一世的 所以在我们修行之前,每一件事都想得清清楚楚 我修行是修来为了些更大的目标 或者我选择一个如何修行的方法 修行实际上是指两件事 第一是修身,第二是修心 修身我们以管束自己的纪律作为修身 比如说佛陀有根本五戒 不饮酒、不偷渡、不杀身、不义欲、不妄欲 这五件事是管束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就是修身 另外一步就是开始修心 比如以前元太祖都会说到 要修我们的慈悲心、修我们的智慧、修我们的神通力 有时修power、修力量 三件事是由后来转化出来的 修身还是修心有没有次序呢? 其实是有次序的 超过九成人都是以修身为第一 其下一步才去修心的 因为心和心实际上都是由同一件事转化出来的 我们的行为开始端正的时候 想法就会不同的了 打个比喻大家听 譬如说我们由戒杀开始 很多人说戒杀就等于吃齋、吃素 其实不一定要这样的 我们戒杀的方法可以 譬如由我们见到家里有一只蚊子 我们不拍死那只蚊子 我们用个胶袋捉了一只蚊子 拿去窗边放了它 或者家里有一条盐蛇走过 我捉了个盐蛇 拿出家门口放了它 我选择的不是拿个拖鞋拍死它 那这个就已经是由修心的第一步 管束了自己的纪律 令到自己不去做一些错误的因果 当这些修心的行为 长久地不断下去的话 那就会开始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就是修心 心和心两样东西 哪一样东西比较容易管束呢? 其实身体是比较容易管束的 譬如我现在和你们在拍节目的时候 我要选择我的坐姿是很容易的 我的脑一想到我要坐直 那我坐直的了 每一个人都做到的 就算三岁四老哥都做到的 但是心就不同了 我可以和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脑就可能在想钱 想着女人 或者想着狗不搭白的东西 但心就不在做节目上面 那怎样才能叫自己回来呢? 就是由不同一些外在的环境 自己的行为等等的东西 来管束自己的心 回来拍节目 不要太过心散了 所以修行第一件事 我们要由修身开始 进而去修心的 修行的条件其实就不是很多的 最主要都是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你的耐性 修行刚才说了不是一天的事 或者短短几个月几年的事 是长远是一生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耐性 或者过度贪求一些功德 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第二就是你的坚持 坚持包括很多样东西 包括坚持自己的信念 坚持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等等的东西 一个修行人的生活 其实绝对不是舒服的 也都不是容易的 第三就是要勇敢 什么叫勇敢呢 修行路途上面一定会有很多障碍阻滞 但就不要过分地 什么都觉得它是障碍阻滞 很多朋友 可能他念经念到差不多 他就会说 师傅我有什么不舒服 我又有一些孽障病 我要医 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孽障病 只不过是有病的看医生 不等于你有业障病 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这件事 坚持 耐性 勇气 就算有时真的面对修行的期间出现的事 譬如说可能自己本身住在那里 突然之间会被人迫遷 或者会有些财务危机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人生困难 当修行的时候 有时会误以为这些生活困难是因为你修行 而引致它发生出来的 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思想 只是要明白我们的命中一定会经历这些情况 我们透过修行的力量去克服它 没有东西克服不了的 用我们修行的心智 我们的内力 反而能够令到这些东西调伏 变得顺利 这三个是我们在心灵上的准备 做好了这三个准备 有这三个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修行的 我们讲外在条件 师傅有没有什么是要有的呢 要不要有钱才行呢 或者要不要有一个很出名的上司 带着我走啊 或者要像你那样 又要看这个闻那个闻或者其他 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的 不过我们在修行的期间 最好有一个属于自己 宁静的地方去修行 那为什么要有宁静的地方呢 我一会会再跟大家解释的 那修行方面呢 我刚才讲过了 念经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或者叫做其中一环 我们要做的事情 一个修行人日常要生活的方面 做些什么的动作 或者做些什么的事情去修行呢 第一件事其实是做打坐先的 那打坐有些人就讲到他 他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功效啦 修心仰性啦 甚至乎开神通力啦 或者又有很多不同的坊间的说法 其实修打坐是什么呢 所有的宗教 特别是亚洲的宗教 不论你是印度教 道教还是佛教 都会推崇坐禅打坐的 其实打坐是为了令到自己有一个比较宁静的心境 慢慢慢慢集中自己的意志力 将你的集中力提升 那就可以提升你修行的质素 所以永远都是打坐是修行的前提来的 一定要学好打坐 一定要舒舒服服地找一个地方 让自己每天坐在这里五分钟十分钟 哪怕你是早上也好 夜晚也好 一定要学习打坐的 那打坐怎么打呢 打坐我们以前都讲过的啦 根据佛教的打坐方法呢 就是眼要半开合啦 幸好我们现在的器材就清了啦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眼是半开合的 不是完全合门眼 也都不是这样默着眼打坐的 打坐的时候要半开合眼 望着自己的鼻尖 因为眼观鼻 鼻就观心的 那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 就一定要是半开合眼 望着自己的鼻尖 来进行我们打坐 那师傅我望多久啊 我坐五分钟是望五分钟 坐十分钟是望十分钟啊 这个是正确的 坐多久就望多久 望到差不多一个人意识放空了呢 不觉得自己望着鼻子的 望得久会不会斗鸡眼呢 暂时我就不觉得有多少个和尚是斗鸡眼的 那所以这个问题先回答你了 那坐的时候呢 腰就要坐直一点点 手就维持着一个这样的 摆法 那可能在你们那边看就不清楚了 右手就在左手上面 两个手指弓合在一起 这样放在自己的大腿上面 那如果方便翘脚的 就翘脚坐吧 不方便翘脚的坐椅都可以的 那每一天抽五至十分钟来打坐 一件事能够每一天都重复这样做 定时定刻定刻去做 本身已经是一个修行来的 当你打坐打得太棒了 才去做下一步 就是念经持咒 那究竟我们怎样念咒呢 师傅 要念什么咒 怎样念才有修行的功效呢 念咒的话 我们第一件事要有的 就是一寸佛珠 有一寸佛珠就可以了 佛珠有没有选择材料呢 喇嘛门都是比较慈悲的 他会跟你说佛珠用什么都无所谓 用珍珠也可以 用木头也可以 用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学金刚成 就是说葬传佛教 那里面手推就会用 类似我手上的金刚菩提子 或者用一些菩提树种子的佛珠 因为物中有四种事业 就是色增淮珠 根据莲花生大事的建言 叫我们用这种菩提子 因为用菩提子四种事业都可以收 如果你是用一些水晶 马脑那些 就有一个相应的法门去收 例如用水晶马脑来收财富 或者收增益法是OK的 但是用水晶马脑来收珠法就不行了 或者用水晶马脑来收一些色灾法 也是不适宜的 所以如果想初学者想上路 一条佛珠走天崖永远用到老 那这种金刚菩提子就最好的 好了 不是会用佛珠 所以就讲回念咒 念咒的时候我们要有佛珠 看你跟谁学 如果是我们葬传佛教 那那个念经的方法 就会和看传佛教会有少少不同 和看传佛教会这样两只手拿佛珠念经 葬传佛教里面 就永远都是左手拿佛珠的 那在你们现在看 就可能是右手边 那左手拿佛珠之后 就会不断向入转 希望对到招 就会向入转 顺时针转 一二三四五六 那向入转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念经的手势 念咒的时候就这样念的 当我们开始念咒的时候 一路念念念 比如最简单 初学者念什么咒 都是那几款的 六字大明咒 是初学者的首旋 因为观音的心咒 是很多人都可以相应的 那如果我是想念一些 真的比较有特色一点 有时候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选咒 每一个人自己的喜好不同 有些人就喜欢 可能壮色一点 那我念 都可以 或者释迦牟尼心咒 或者释迦牟尼心咒 Data Om Muni Muni Maha Muni Saga Munai Soha 都可以的 这些都是初入门的心咒 我们念的时候 就维持着佛珠当胸 就在自己的胸口 Om Mani Be 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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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念的 那就不要右手 右手不适合 我一定要左手 为什么右手不适合 因为右手很多时候要拿法器 如果学上去 右手可能有时会拿个鼓 或者可能会有一支笛 在吹着念 那种种不同的手印 都是有一个特定的规则 那今天我们讲初学者 就不差太远了 初学者左手拿佛珠念经 念的时候 是不是只是口念 心要想什么呢 在我们念经的时候 脑其实是一定要观想的 所谓观想是指什么 观想其实就是幻想 不过就是一个深层次少少的幻想 就是我不断想着 比如那个菩萨 譬如我念Om Mani Be Me Hum 一路念一路念的时候 我就想着那个菩萨 现在它是什么样 它是手中间有一粒魔尼宝珠 有两只手 总共四只手的观音菩萨 我一路想着它是白色身 它现在有一些光照出来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唐卡的辅助 没有请唐卡 没有买唐卡 都不要紧的 看到一张图片 那就可以了 看着那张图片 记住它的样子 看得多记得多 一合眼就能够想起它的样子 那就是观想的第一步 观想不要想到它太复杂 其实只是一个幻想 怎样观想才有力 怎样观想才有一个好的观想 这个到你自己做到的时候 你自然会明白的 越清楚越清晰的观想就越好 那怎样观想才会清晰呢 就回到我们上一节 由打座开始 打座是提升了一个人的集中力 所以当我们在念经的时候 看到那个菩萨的样子 都会特别清晰的 那这个是打座 和念咒的时候的结合来的 不论你在做什么都好 都其实不适宜念经的 除非你真的时间极度紧缺 或者你是24小时都不停念经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适宜一路做事 一路走路一路开会 或者你在做种种日常碎事的时候 是去持咒念经修行的 修行是需要一个宁静的环境 定定地坐下来 给自己静下来的环节 所以你一定要清静、宁静 如果手头上有其他东西在做 然后你去修行 其实这个叫空转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公德可言 也不会有任何的修为可言 譬如一辆车 它长期不断在那里踩油 但是它就锁住了手掣 根本车不会走的 它就不断给油 那辆车是没有意思的 只是浪费电浪费能量 我们做人修行也是一样的 不可以浪费自己修行的精力 修行哪怕你是五分钟 但是你全神贯注地修行 那个力量都可以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半个小时 15分钟我一路坐车一路念 那脑又没有观想 或者耳朵甚至乎听着歌 我见到有些 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修行 是不适宜这样做的 所以修行的话 都一定要静静地坐下来修行 拿走你的耳筒 拿走你的电视机 关掉你的电话 完全平静 完全宁静地念经 在这15分钟里面 这5分钟里面 没有人可以骚扰我的 那这个打坐或者这个修行 才是一个上道的修行 有些人就因为这样放弃 其实就不要放弃 在我们没有办法 有一个好的修行场所的时候 我们应该骑请佛陀 或者骑请不同的护法 去将一个好的环境赐给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适合修行的地方 那在密宗或者佛教里面 为什么会有很多一些 叫做斥语的神 或者一些神去做护法呢 其实他们的目的本身是这样的 不是说他们很慈悲 见到你这段生意不好的赤裁给你 让你封衣捉食 那他本身不是这个目的的 本身的目的是 如果有一些人 我们叫他十下八满不够的 那就是希望令到他在场地上面 一些资粮上面 能够圆满和充足 使得他修行的一条路 就会顺利一些 所以当我们可能 那个场地不适合修行 或者没有一个修行的时间 甚至乎可能我真的上班得很厉害 日日都要做事 回到去都很晚了 整屋都静了 不适宜念经的话 那就应该要向菩萨 或者向护法奇请 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好的修行场所 甚至乎有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令到自己在修行方面 可以变得更加上道的 那这些也是初学修行的人 会比较常见考虑或者问的问题来的 那以下有一些建议就是 给各位初学修行的朋友 第一件事 我们初学修行 不要买太多佛像 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做错了的事 可能他家里会听这个人说 那个神好的又请 那个佛好的又请 就做到自己满天神法 其实修行方面 我们就不太建议多佛像的 一尊起三尊子 那堂卡也都一样了 有佛像就不一定要有堂卡的 那我们是家里 不是寺院 那所以就不用弄到自己家里 满天神法来修行的 一张佛桌一个神像 或者一张佛桌最多三个神像 已经足够 不要买过量的神像 因为过多神像 或者过多的堂卡 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观想和修行的 那所以修行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就是清静 那清就是指 不会过多的东西 那就为之清了 那第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方面 要记住一些非暴力的原则 所以非暴力的原则 就是语言的暴力都算暴力 不要骂人 或者不要说些太难听的说话 劝自己忍一下口 有时候的心还没得 心都是说粗口骂人的 但是口就不准说的 那这个就是非暴力 那这一环开始改变 那要记住非暴力原则 不要伤害别人 也不要伤害自己 那第三就是要长期 惦记因果定理因果 这一回事 修行到差不多 可能都以为自己已经回到差不多修为 或者我念了很多经 为什么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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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都是没有一个我想要的结果 为什么结局不是我想知道 这样的 因为修行其实不是为了得道而修行的 是为了社会而修行的 我们明白了所有的因果的时候 修行是一个工具 令到我们接受这件事 或者尽我们能力去改变这件事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都要因然接受 那这个才是一个上道的修行结果 那第四就是要归依上师 所谓归依上师 简单说就是跟师傅学习 最好找到一个愿意修理 做学生也好 做徒弟也好的人 去跟着他学习如何修行 那就是以那个师傅 或者那个老师的行为 作为自己的准则 那他怎么做的时候 你怎么做呢 那慢慢你的修行也会上到的 不过在我们选择上师 或者选择师傅的时候 就一定要看清楚 那用回一段 不要太短的时间去看 因为人就各自有自己性格的 未必是个师傅不好 有时跟自己未必夹 那第五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自己认为 在修行的时候 久了就会有一些所谓法友 或者有一些同道一起去修 其实这样不是一个太好的事 在释迦茅里也好 连花生大事的建议也好 修行是要远离人群 独自一个人去修 整天加入一些群组 或者整天一团团人 去做一些所谓修行的法事 其实反而那个修行的效果 就不会太大的 所以自己就最好 保持一个独立的身体 人多的时候就自然是非多 就算他们没有是非也好 他们各自有一些 自己所谓的见证 或者他们自己的看法 久了其实会影响自己的修行 千万不要轻信身边的人所说的一些异象 或者一些所谓的功德 或者他那晚见到什么佛菩萨 或者他又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体验 有时这些呢 听一下当故事是OK的 但是过分地听 或者甚至乎信了他 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修行 所以在我们开始成为一个修行人的时候 一定要警惕 这五个建议就是我个人 对你们每一位刚刚开始学物中也好 学修行的人也好 一个由冲的建议来的 修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时修行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只要持之以恒 给点心机 学习更加多的东西 坚持下去 一不路不断用自己的耐性 用自己的求之欲 进步进步进步再进步 走上去必然是可以有一番的修为的 在这希望 那么多位初学修行的人 都能够修行顺利 发起充满了